各位好 最近康民署在大埔廣幅度的鹿鳥林進行收樹工程 造成多個雀鳥巢在高處墮下 令到十幾隻雀鳥死傷 引起廣泛的批評 批評還批評 背後其實有很多的政治操作是大家有些忽略的 我自己做過區議員助理 之後也一直有留意區議員的一些動作 政府對區議會的一些配合 以及一些地區上的街坊 對區議員的一些要求 很多建制派議員的選區裏面 那些比較年紀大的街坊 或者司拉街坊那些 就很重視一件事 就叫做做倒野和做實事 政府為了幫一些建制派議員 在居民面前製造一個做實事的形象 一旦接到建制派議員的一些投訴 轉介的投訴 就會即時做事 快速去做實事 好像今次露了臨事件 他們收到建制派區議員 據說是黃碧嬌 民建員的黃碧嬌 就反映居民投訴 他們說因為有鳥分 那麼康民處快快快快快 將那些有著巢的樹枝 就斬了下來 就造成很大的慘劇 這些事情 在以前也發生過 亦都是有建制派區議員 反映木棉樹 掉下來的木棉花 就影響使用 那麼就收到這方面的投訴 一反映 就立刻有康民處的人 斬了木棉樹的一些樹枝 讓木棉樹沒有花開 這些我們看起來 其實真是很塞 做的都是塞事 不斷就有一些愚昧的街坊 去做這些愚昧的投訴 而又有一些禮異廉的議員 就不斷去反映這些愚昧的投訴 而一些愚昧的政府部門 為了幫這些建制派議員 去製造一個做實事的形象 就即時幫他們做測試 令到他們可以盡快向街坊報告 成功爭取什麼什麼 第幾次向旅會報什麼什麼 製造一個做實事的形象 其實由頭到尾都是在做測試的事情 那麼隨著這個很塞的街坊 繼續做這些愚昧投訴 好塞的議員繼續反映這些愚昧投訴 好塞的政府部門繼續做這些愚昧的工作 建制派議員選區裏面的區議會 仍然是會繼續做測試 測試是會陸續而來的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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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